如果一名NBA球员,职业生涯15年入选过5次全明星和5次最佳阵容,拿过篮板王,总数据17000分加8000篮板加3500助攻,场均数据20.7分9.8篮板4.2助攻,那么毫无疑问,这绝对是一位名人堂级别的球员。 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球员,在入选名人堂的道路上却走得并不顺利,陪跑两个字慢慢成为了他的代名词,他就是克里斯维伯,作为1993年的壮人秀。 维伯在第一顺位被魔术选中后,随即与当年的碳花秀哈达威互换了东奖,金周勇士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支球队,他也在那一年获得了最佳新秀,可惜因为和教练不合,他只在那里待了一年。 第二年,维伯被交易到了华盛顿习财,但华盛顿的四年是维伯成长最快的日子,他由一名新秀球员变成了全明星。 1998年,维伯被交易到了萨克拉门托国王,国王时期也是他的巅峰,打球风格极具华丽的国王也因为他和贾森威廉姆斯等人,开始被球迷关注。 2005年,殷杀下滑的维伯开始辗转各队,流浪了76人合活塞之后,2008年维伯以一名勇士球员的身份宣布了退役,与许多伟大的球星一样。 退役之后的维伯开始等待宁仁堂的召唤,然而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讲到,他的宁仁堂之路会如此曲折。 直到2015年,维伯才第一次被提名,可惜他只过了第一轮选票,到了2016年,他的对手变成了奥米尔·艾弗森·姚宁等人,最终姚宁拒绝了以特殊贡献者的身份入选名人堂,而是同奥米尔·艾弗森一样作为球员入选。 克里斯维伯只能一看陪跑,本以为错过一年之后,2017年维伯将撇定入选,因为如果再推迟到2018年,他的对手将会是纳什·基德·希尔等人,虽然维伯足够出色,但是与前几位相比,他的压力将不强于2016年,所以自然而然的,2017年成为了他必须要入选的一年。 然而最终,他还是错过了这一年,维伯在已入选的包括麦迪·杰里克劳斯·乔治·麦克金尼斯等人的争夺中败下阵来。 果不其然,在今年的名人堂成员当中,那时,基德·希尔·雷阿伦成功入选,克里斯维伯再度陪跑,那么强如克里斯维伯,为何连续四年陪跑名人堂? 其实说到底,克里斯维伯年年陪跑名人堂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个人荣誉方面, 但不说总冠军,常规在MVP这样重量级的荣誉,就算是个人数据上,他也只是在1998到99年的缩水赛季场, 均拿到了13个篮板,成为了篮板王。 其他荣誉上,最佳新秀,一次最佳阵容一阵,五次全明星已经是他的全部, 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荣誉不算出色,只是名人堂毕竟是一个需要个人荣誉来堆积的篮球最高殿堂, 应荣誉是可以直接影响结果的,但是在这一点上,微博显然还是差了点, 在与其他名人堂成人的对比上,微博也是处于下风, 2016年微博的名人堂对手是奥米尔,爱福森和瑶宁, 在这其中,无论是奥米尔的四个总冠军,三个FMVP, 一个常规赛MVP,15届全明星,两届得分王等一系列荣誉, 还是爱福森的一个常规赛MVP,四届得分王,三届抢断王等, 都是微博无法比得上的,他唯一能竞争的可能就是姚宁了, 姚宁的生涯场均能够得到19分9.2篮板,1.9盖帽, 在个人荣誉方面是8次入选全明星,可惜姚宁的影响率实在是太大了, 在对推动篮球发展方面,毫无疑问,姚宁要远胜于克里斯维博, 这便是名人堂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, 请想,我们不否认维博拥有足够强的名号, 他在大学时期就已经成名,密歇根伍普至今仍是经典, 国王时期率领的Shotan也让整个联盟为之疯狂, 但是无论是当初在NCAA还是在国王, 维博始终没有能够取得成功,他